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涨了超过四个百分点 带动了所有的IC设计 所有的中小电子都一吐闷气 这三大指标 就代表着未来的选股方向吗 刚才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圣诞科医师江首山江医师 大家好 当然要来谈谈疫情的变数 以及资人分析师王兆丽 阿官好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专家赖先生献哥 阿官好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谢陈彦 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王英亮 君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我要带你来关系的 当然要来谈谈台积电 我们的台积电实在是有够勇 在今天不只是创下天价 而且市值还超越了NVIDIA 和播客项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新闻 特别谈到了 台积电飙升来到688的新高价 市值已经逼近18兆 陈彦 今天实在是让人太兴奋 兴奋 为什么 因为今天台积电开盘 跳空直接上去 685一开 直接再拉到688 你看这数字停在上面 688这数字多漂亮 多吉祥 而且一开盘就越过了 679的高点 又创历史新高 而且我看到的另外一个 令人兴奋的是什么 包括联电也被带上来 包括台积电设备相关概念股 也被带上来 这就不是过去我们一直在讲的 什么一人五零了 这个是鸡犬升天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关注到 发现说台积电整个市值冲上来 那冲上来以后 美元算是7300亿美金 已经超过了波克夏 波克夏是7200亿美金 也超过了NVIDIA NVIDIA 这整个全世界的排名来到多少 第八大 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台积电 非常猛的地方 当然上个礼拜 娟姐一直问我说 跌破眼镜怎么办 我是不是很有信心的跟各位讲 所以今天就由我继续来跟大家讲 我觉得不用怕 那实际上我觉得有几个 但是创新高我还是要问 因为创新高我们给盘总总是 在今天一早就越过679 在679套牢的大师兄都解套了 解套了 那很多人在问 我之前不敢追的 现在来到了688这么高了 创新高之后大家都说 创新高就会压回 这一次还会创新高后压回吗 还有压回的低点上车吗 好 简单来讲 帮我把K线放到最大 我们就看这几天的就好 今天是一个十字线 十字线一般来讲 像中继线 所以如果明天能够续长 没有出黑K 我觉得就不要想太多了 因为中继线的意思是 我还可以在网上 随便加个50点上去 你的意思是说要追价 不要等压回 如果他真的压回 我才会紧张 没压回之前 我觉得我都不用担心 明天是关键 明天是关键 只要明天没有补今天的缺口 我觉得不要烦恼太多 不要烦恼太多的意思是可以追价 当然我讲得这么明白 娟姐要说是不是可以买 是啦 好不好 当然我觉得 可以追吗 可以不可以买 其实也不用问了 大家全世界都说 可以买跟台积电 问题是可不可以追 可以啦 好不好 可以啊 我们回来讲 台积电在今天可以强势的越过679 来到688 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 好 我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大客户苹果 它的A16的晶片 现在走4奈米的制程 对不对 好 那4奈米相较5奈米 你不但这个功效提高11% 耗能又减少22% 那台积电要涨价 今年预计涨8到10% 苹果说 好啦 给你涨 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 我觉得这是关键 因为A16包给台积电不意外 它每一次都是包给台积电 没错 问题是苹果好像有台积电 不然就让人家给了 所以台积电要求涨价 苹果竟然答应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好 今年接下来要出的iPhone14 为什么 iPhone14 它没有刘海咯 上次小元特别帮他介绍 那个小药丸 对不对 哇 这个人脸辨尸 3D的这个人脸的 这个安全的一个辨尸 重点是基本款多少钱 2.2万左右 iPhone13的mini还比它贵 所以预期销量 应该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iPhone14价格很亲民 很亲民 非常的亲民 2万2的门槛 就可以买到iPhone14 对 所以应该会预估 会有一波这个销售的热草 那当然另外讲到NVIDIA 9月啦 9月 观众朋友要提醒你 不是3月 是9月 3月会有一波新品 但iPhone14要等到9月 对 那当然再来就是讲到 这个NVIDIA NVIDIA在去年的股价 打败整个这个殲牙股 涨幅是138% 那当然台积电超越它 这是一个鱼帮水 水帮雨 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NVIDIA 因为它的显卡实在太热了 RTX30系列 既然演出玩命关头 什么意思 不是抢钱 不是抢黄金 抢显卡啦 而且在高速公路上 真的高速公路上狂奔 行进中抢劫 没错 就真的 然后一台车跟在后面 然后冲进去以后 把那个货直接往后甩 为什么要抢显卡 这是真实版 不是电影版 太可怕了 我们现在不是抓 我们在电影上过的画面 竟然在真实世界当中发射 对 那为什么要抢这个显卡 因为定价是 大概300美金到接近2000美金 可是eBay上面 已经喊到3000美金了 而且据说这批货 在越南出现了 网友发现了 为什么 因为买的人想要保固 所以他不知道他买的是账货 他上去登录需要 一登录抓到就在越南 所以确实 这个对强匪而言 这个货真的太好销了 好 那另外当然我们来看 NVIDIA的这个晶片 真的很厉害 它的AI晶片 帮我们你看 它可以分辨 这个减货的时候 到底是人还是货 而且它去扫描 这个电子标签 会让整个动线 非常非常的顺畅 加快整个 这个所谓的减货跟销货 还有整个运送的一个流程 我们会来看台积电 以及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好 当然今天整体 供应链的股价 全面性的表现都不错 因为制作人在问我说 有没有看坏的 我说我不好选 所以我说我们直接来看看好的 基本上我们在看好的 两个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 它在这段时间 其实都在均线上 非常的稳定 所以你整理的是 台积电概念股里头 均线一直很稳定 对 很稳定 而且KD还出现黄金交叉 这些在技术没有优势的 台积电概念股 到底能不能追呢 那为什么要在KD黄金交叉 就表示说它的股价 确实短线上有转强的迹象 像晶圆电 这个线图非常漂亮 华丽我们上礼拜有特别讲到 光阻季的部分 确实 KD也开始出现黄金交叉 联发科的部分 当然不用多说了 联发科的股价 在季线这边稳定以后 黄金交叉 再来是宜特 检测的部分也站上来 但是力道还缺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 整体来看还是OK 再来就是光照 光照这段时间 当然大家也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可是确实整个转强上来 另外在圣医的部分也是一样 但整体来看 我会觉得说 像晶圆电的线图很漂亮 我们带各位看一下好不好 好来2449 对 你看今天一开盘 它是连续的上工 那整理过 有没有 平台整理以后突破 股价其实不算贵 本一笔也偏低 当然有一些偏空的 我们注意一下 要不然你有时候看到涨 你觉得便宜都满 像我们来看一下力旺好了 就看一下力旺 力旺时今天 股后大跌 你看大家都在涨 它就是 这个壮士一去稀不复返 它就自己坚持要往下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整个线图来看 就一路破一路破 像这种我认为还是要避开 好 破底的股票还是要避开 包括大力光 不过我们刚刚谈到的台积电 我想很多投资人 心里头有一道越不过的坎 什么坎呢 所有的节目都告诉你 600块以下台积电可以买 600块附近台积电可以买 但观众朋友你们有没有买 没买的人可多了 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糟糕 看到688了 所以怎么办呢 还有没有像台积电一样 技术领先 买了可以睡得着觉 而且有机会创天价的个股 换句来就说 可不可以帮我找找 下一个台积电 对 没错 刚刚陈英哥提到的 其实非常好 我也觉得台积电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会一直创新高 但是你知道 对 大家不敢买了 不敢告诉你 很多人在600块没有买的时候 叫他这个地方追688 他心里头一道砍过不去 对 没错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你还有机会 假如你真的不敢买台积电的话 我先跟大家讲 你看一下 台积电在法说会之前 其实你假如把它还原全职的话 其实台积电在股东会之前 就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来到669 创了668的历史新天价 法说会之前 结果这一天来讲 上礼拜五法说会完之后 就创新高了 还原全职再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 我相信大家一定买不下手 好 那大家也知道 怎么办 1月27号 联巴科法说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个逻辑 我们先看 现行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一样 联巴科在法说会之前 其实你把它还原全职 他也创下历史新高了 然后之后的拉回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如同台积电这个地方 法说会之前创历史新高 拉回来你不敢买 对不对 法说会之后创新高 我跟他报告 联巴科的部分 因为他刚好1月27号 他在1月27号法说 我个人觉得法说前后来讲 应该会创新高 假如因为封关前没有创新高 我觉得封关后 只要美股没有意外 他还是会创新高 反正他的法说呢 你是乐观预期吗 一定乐观的 那法说前如果押回 法说后就会涨吗 对 没错 我跟大家报告 一定是乐观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观念 台积电的市值18兆 第一名台湾 第二名的联巴科 只有1.8兆 他是第二名 市值差那么多 第三个来讲的话 联巴科去年大概赚67块 今年大概至少70块以上 你看他的本益比有多低 假如你以70块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本益比 大概只有16倍 台积电的本益比 至少20几倍 所以我觉得 联巴科有比价空间 会啦 联巴科会创新高 要第一名嘛 在IC设计 他也第一名 他也第一名 他也没看完啦 所以在5G 所以他也会创天价 对 他也会 迟早会创天价 好 那假如他创新价 大家记不记得 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前的时候 其实相关的概念股 台积电大摩 联盟设备材料 全部都喷半天 然后之后 现在稍微整理一下 好 那你想要 想要复制这种模式 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联巴科的部分来讲 毕竟市值第二大 所以他走的会 稍微比较温吞一点 他会创高 可是你说 他要涨28 38 40 会不会一个礼拜 涨到很难啦 他太贵了 对啦 太贵 1000多块真的太贵了 对啦 所以小职组 我今天领年终奖金也好 领过年红包也好 要买一张也是会猖 对啦 那有可能要买零股啦 你买零股 比较麻烦 来 那假如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看好联巴科会创天价 IC设计的 我能不能在IC设计里头找 有机会往上标的黑麻烦 对 没错 你现在要找IC设计 一定要找 今年的涨广比去年好 去年已经比前一年好 今年又比去年好 那假如是这样 它就是一个成长型的股票 你给它的本益比 就会偏高 就我给它不是这20倍 随便IC设计 刚才有提到立望 我跟他报告 立望为什么会跌成这样 立望跌到现在 去年EPS大概15块附近 现在还100倍啊 跌成这样本益比 还100倍啊 吓死人 所以那种股票 当然我不是叫你买这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瑞鼎的部分 你打开K线形态来看 你看创新高 挂牌也来的新高 莲勇就不一样了 莲勇的股价就没有创新高 对 三一三 你看一下 它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市值很有关系 莲勇目前的市值 大概3000亿 瑞鼎的市值 大概就400出头亿 那旧不如亲 其实股票都是这样子 它刚挂完牌之后 其实筹码安定 市值小 股价就都 市场都是洗心研究的 对 没错 跟男人一样 对 那我们看六公格的部分 我意思说对 你看来 立志也是一样 立志今天股价 华硕转投资的 另外的部分 创委的部分 股价银行也很强 茂打的部分 今天股价银行 电源管理IC也很强 对 这个都电源管理IC 我跟大家报告 市值大概170亿 那通家的部分 市值只有70亿的部分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 找市值 你要找相对小的 因为它的筹码相对比较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通家 对 通家的部分 电源管理IC跟快充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联发科也并了一家 所谓的一个利息的部分 他就做电源管理IC 电源管理IC 其实未来非常的一个不错 那我们举例三档股票来讲 立志跟所谓创委 跟通家的一个部分 去2020年前三季的EPS 你看一下 4.67 3.6 0.7 这个是2021 就去年的EPS 你可以看到 通家的成长性 其实非常的强 那通家跟创委来做比较 第一个 股价委屈很多 第二个 你拿来跟立志做比较 其实它的股价也委屈很多 好 第三个 其实我跟大家讲 它是USB PD跟所谓的QC5的部分 就是快充它有两个规格 那两个规格 它都有拥有它 这两个规格 那另外的要提供 未来要提供充电的效率 跨充的瓦数会提升 通知苹果跟被拼在影 你盖一下现行 我个人觉得 其实这个地方整理完之后 这两天又有转强 那其实它在 其实它被两条军线压着 那个没关系 没关系 未来的展望角度 有当时你们说这两条 有当时你们说没关系 不是啦 那是看现行的 你会觉得很重要 你如果看未来展望的 不说很重要 因为你觉得这压力 因为现行 好它就给你突破了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康额投顾的时候 去年底 2021 12月30号 它12月28号 刚刚帮它办了法说 办完法说之后 两天之后 它就写了报告 你看康额投顾建议买进 目标价是180 那它去年EBS预估0.98 今年的EBS8.27 所以我的意思说 今年的EBS快充的部分 应该EBS还会比它高 目标180 今天收138 你说这个康额投顾 帮你办法说 这是帮你办法 然后他自己下一个 那我觉得 其实像这种股票 因为我看报告只有他写 所以会真正成为黑马股的 都不是大家 你说联邦科会不会黑马股 我觉得不会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EBS 它是白马股啦 那真正会黑马的 一定是少数几个外资 或者是国内 把人看到 真的有亮点 那我觉得 它就有可能 成为所谓的黑马股